我喜欢以读的心态来观赏一件作品 因为那能更细腻的去了解它 就好比去读懂一个人的心思 同样的通过了读 可以更了解创作者所要传达的讯息 所以我在创作时也用这样的一种心态 就好像这幅散面山水的景色 但是你要是读这个文字 那么会更加深一层的去了解 这个景原来是在秋天在空无一人的山景里面 跟人的寂寞的心情是相切合的 那么在欣赏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 就能够有更多的体会更多的共鸣 东方有长卷、测页、折散等种种的形式 测页尤其就像是一本书 每翻动一页 都想知道下一页有什么画面会出现 这种感觉就是一种独画的乐趣所在 而这几类的观赏方式更是需要以独物的心态 慢慢开展 才能一归全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ło词啦 im shortages 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